宗教警商每个都会影响一家人 一家人代表一个家族 所以一张票不代表一张选票 它可能代表的是二十五十一百两百张的选票 民进党自诩为民主的政党 民主又进步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专制独裁 会顾到政党 大家说对不对